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早前,詳實向地震柱申請預售安德神的項目 今天被地震柱拆掉了 不知道是否詳實發脾氣 即是落少鋼金 應該是不會的 我想不止是原因 終止是少鋼金 所以我們是否經常叫便宜無好呢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減息後 正如拉人哥所說 所有發展商有這麼多盤 每個人都推盤 現在這個新盤的供應 好像是華英雄打出大海無量 海量的一個供應出來 那麼多盤之中 以天曬天就跑出了 它已經成為今年的票王 既然是票王的時候 明天的銷售又如何呢 我們在明天就自有分曉 而今星期的CCL 就只升了回跌 是否市益升完呢 稍後會和大家再分析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 請讚我 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請幫忙 看完這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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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觀塘安德森度 涉及了2926伙的手字盤 即是港人手字上車項目 就被匿名舉報 不知誰是匿名舉報 是否工人呢 是否沒有量出 被爆出項目其中一座 至少缺少了四條Y40鋼斤 詳實在10月4日 作為福傳媒 旗下安德森手字發展地盤的報道表示 有關流域的紮鐵和鋼斤工具 上次進行中 並未完成 而駐地盤結構工程師 亦未進行相關檢測 而發展局局長 林漢豪表示 目前歐月署已經發稿交代 目前需要替有關人士提交報告 將繼續做好把關和執管工作 他提出目前的情況 就是由於歐月署 因為收到舉報 而巡查後 發現地盤有個別地方 出現於批圖織有不符的情況 至於這個圖織不符詳細的原因 是否還有其他錯漏呢 都是要替有關人士提交報告 那歐月署就以這個執管者的角色 進行調查 因此林漢豪說 目前不能夠過足下定論 指哪一方未現的錯誤 甚至上升到停止投票的資格程度 一切都要等待屋宇署的跟進調查 林漢豪有強調 香港有一個相對原備的建築條例 和監管要求 由於目前研究的地盤 尚未對外出售 將會繼續做好把關和執管工作 我相信也是 香港比較監管得好一點 因為不同於大陸 你花些錢就過關了 你花過和監管或調查嗎 今次詳細金爆發出來拖一拖 相信安德成這個項目 應該再推遲就會出售 減息之後 發展商就發瘋 推出新盤出來 明天就有天曬天 和太風 大家在這裡打對台 我相信太風應該會打輸 星期日就有Lofoland 又推出新地 Lofoland 推出售價也不便宜 只有12000多元 換句話說 沒有減價 接著又有消息推新盤 就是這個 匯德鋒 就會推出第五號 價單 中共69貨 接著車價又是14000多元 其實也沒什麼加減過 只是推出上次的價錢 匯德鋒地震 日出康城12B期的 10月4日就加推出第五號 價單 就涉及了69貨 戶型涵蓋了 一房到兩房 折實了的售價 是454萬 達到802萬 折實了的尺價 是14,059元 如果是14,059元 其實也是 可能平均價也要15000多元 可能加了少少價 今次推出69貨 其中有38貨 一房 25貨 兩房 就有6貨 兩房 連一個書房間 其實這樣選擇 書房很小 我相信匯德鋒 今次推出這麼少 他都遇到自己賣得不多 最後賣得十多二十間 不然推出這麼多 明天天曬天開售 中共推出300個單位 他很有信心 你看看剛才的 帕斯神 匯德鋒 都推出69個單位 300個單位 應該近期最多 他亦做了今年的票 他截至到星期四 即是昨天 總共收到29,000張票 如果用明天發售的 204貨的公開發售計 今天的招標不算 因為有96貨的招標 只計公開發售計 也有141倍 已經成為今年的票王 今次會不會有人超越去呢 我想要看長實 但也要看長實 肯減多少錢 因為長實 啟德項目一定是虧的 肯減多少 我們看看明天這個票王的表現 就知道啟德的情況 就是怎樣 今天星期五 有一個CCL 今週的CCL 跌了0.97% 差不多1% 終止了兩個星期的升市 短期的大小 扎幅是增持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最新報 135.86% 按週跌了0.97% 是9月19日 美國聯儲局公佈 議息結果前一周的市況 當時市場同景減息 二手樓盤官網氣氛濃厚 受到部分買家 在議息前搶入便宜價信判影響 CCL終止了兩周年升 向下跌穿136個目標水平 減息後 樓市轉趨正面 加上股市做好 中原認為短期的樓價 可貌在135至137點之間的雜幅增持 中原研究部指出 本周的CCL創了8年來 即是423周的新低 重返2016年8月最低水平 2024年來計 已經累計下跌了7.71% 即是由年堂到現在 跌了差不多8% 在2021年8月19日 191.34點的歷史高位 跌了29% 在2024年3月設立前的低位 143.02點 跌了5.01% 中原研究部認為 啟德的天曬天第一期 超額141倍 是為了2013年一手新例 實施以後新高的紀錄 並在10月5日首輪 價單發售204貨 以及在10月3日中銀 決定宣布推出 定式按揭計劃 對本港二手樓價 將會在10月下旬公佈的CCL 才開始反映 大家可能沒有海獅餅店的消息 今天有消息 大家在香港喜歡吃哪些 我喜歡吃大班 我覺得大班的餅 比海獅餅店更好 但大家知道 19年的大班餅店 也有一個挫敗 因為他的太子野 大班是支持那些示威者 大陸是針對大班 不讓大班在大陸買 那一年說實慘重 你沒有動過大陸市場 香港的藍絲 又不買大班的月餅 那一年的月餅 真的說實慘重 現在不知恢復元氣了 之後我也準備移民 我也沒有理會這麼多 好了,有海獅餅店的消息 也不太消息了 就是海獅餅店的美孚新村 有一個住宅 變成銀主盤 現在賺賣 樓價便會貶值了兩成 海獅餅店近年 陷入財困 今天集團創辦名的物業 亦被銀主沒收 很多都是低價地變賣了 由蕭惠堅所持有的 美孚新村三房單位 早前都輪為銀主盤 最近以778萬元 估出 赤價為白錢578元 也是一個合理價 單位早於在2014年買入 現在鑽量虧了190萬元 即是樓價便貶值了近兩成 市場消息支出 今次成交的單位 就是美孚新村白樓匯街14號低層B室 上面積是907呎 是一個三房間隔 這個單位自從在2019年 多次租抵押借貸 今天涉及了11次 當中最高那次 就向財務公司 借了1筆1600萬元的貸款 這樣看法 這個財貸都是銀主 這個銀主應該都是輸錢的 單位早前被銀主沒收 並推出市場放售 最近減價以78萬元 估出 赤價只剩下8578萬元 資料顯示在這個單位 和銀子盤之前 蕭惠堅曾經 在2023年 以838萬元出售這個單位 誰知買家的 塔頂現在又高吹 之後這個單位 就被銀主接管了 以最新的成交價計算 這個造假 比去年這個價錢 就低了160萬元 或者17% 海斯餅店創辦 由蕭惠堅 在2014年 11月 以968萬元 抹入這個單位 市價10年後轉手 單位最新的售價 比較這個抹入 就賣低了190萬元 樓價也貶值了19.6% 講到這個新本開售 其實在這個三個星期前 已經說收費 那個維廣商轉 收到現在就變成華國鋒 大家知道什麼華國鋒嗎? 即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是不是這個 中國海外覺得不提 這個盤就不存在呢? 那你不存在 你也告訴別人 即是收回不賣 是不是? 還是你繼續怎樣 因為你收了票 那些都很尷尬 喂 那有些真金辦 給你一張本票 那你退不退 是不是? 那你也要交代 是不是? 你不是說 等到何年何月才買出來 我估計他應該取消了 他也退了票給人的了 否則呢 市場上應該有些賣家是吵的 喂 你有什麼理由收費 收三個星期 你還不決定了什麼時候賣 那我覺得他也知道 啟德 如果他是賣兩萬元呢 基本上都不用買的了 但怎樣都好 做人呢 就要交代 好像之前黎生 那樣 喂 那些盤賣不到 收回來 就要收回來 退回票 但是你這次就不出聲 是不是已經私下退了 我也不知道 看看香港有沒有經紀朋友 知道這個盤的最新情況 就在下面留言區 告訴大家 而明天我們看看 《天四天開秀》 就知道現在啟德的消情是如何的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大家的收聽 還有先收睇 拜拜 請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